8点13分一起看新闻 这个余恩公公的小弟弟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竟然是男神胡哥 原管管的脸蛋 胖嘟嘟的身材 谁能想到这可爱的小胖弟长大了 竟然会变成这样 身高180 身材血瘦的大帅哥 胡哥小时候的照片曝光 引发热烈讨论 可以看见他从小就是爸爸行 14岁主持节目初露头角 也还没甩掉婴儿肥 今天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每个人都亲自我 你不会想把那些东西销毁了 不会不会 我还把它留下来吗 胡哥一直到高中时 渐渐变成了金脸蛋 帅哥雏形才出现 不过娱乐圈小胖弟大变身 胡哥其实并不是头一个 从小学高中的时候是很坏心的时候 请大家调一下我中学的照片 请看 就不会问这个问题 洪于燕说自己出生时 就是个五公斤的巨婴 后来是下决心苦练 才成为又高又帅的阳光行男 再看看黑人陈建州 还有攀帅潘伟伯的青澀少年时光 更是差很大 你曾经有多胖 用公斤来算的话 120几公斤 会有时候看照镜子 想把镜子打破 娱乐圈中是外形 艺人为了维持身材 其实都得有毅力下苦功 这一点 易胖体质的罗志祥就很有感触 当帅哥是很痛苦的 你们这些奇形观众 是不会明白的 记者综合报道